女生为什么都爱侧着坐摩托车 男生在坐摩托车时都是正着坐的 而女生在坐摩托车时却多半是侧着坐的 这时候男生们就有疑问了 为啥女生坐摩托车时老爱侧着坐呢 首先女生侧着坐摩托车也是为了避免尴尬呀 一般的摩托车乘坐的空间不是很大 并且多半是前低后高的设计 在行驶过程中受到震动 坐在后面的女生会一点一点的往前面滑 如果再来一个小颠簸 女生极容易和陌生男司机来个前胸贴后背般的亲密接触 这就非常的尴尬了 为了避免尴尬女生坐摩托车时就只好侧着坐了 接着女生侧着坐摩托车也是为了防止走光呀 像很多女孩子日常穿搭都是裙子类型 如果正着身子插开腿去坐摩托车 极容易走光不输 姿势也十分不优雅 如果是比较紧的那种裙子 比如说包臀裙 旗袍之类的 别说插开腿正着坐摩托车 就连麦克腿上车都很困难 所以女生侧着坐摩托车 有的时候也是比较无奈的选择 最后女生侧着坐摩托车 当然也是为了姿势优雅 有女生犯了 像早期我们看的港台剧 荧幕上的男主吃力的在前头蹲着自行车 脸上却洋溢着幸福 而女主则侧坐在后头 一只手放在长裙上 另一只手随意抓着一枚枫叶子 窝窝抬头细细观望 特优雅 特有女生范儿 放远一看 伴随着自行车左右摇摆的节奏 两人在乡间小道上 说着笑着徐徐前进 非常的有失忆 而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女生坐摩托车也采用侧身坐姿 看这比较优雅有女生犯了 当然 像摩托车车速比较快 侧坐摩托车非常不安全 也并没有像侧坐自行车那么优雅 毕竟侧着坐脚不太好放 没有树立点 只能自然伸展 要是路面有大坑 摩托颠簸一下可能人就掉下去了 可以说是非常不安全 最好的办法还是站着坐摩托车 然后把背的包包 隔在两人的中间 既安全了 又能缓解尴尬了 你说是不是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